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讲大道的逆动性 在2018年的8月28号 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演讲的题目是哪些人是有罪的 其中说到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 穷人有穷人的欲望 富人有富人的欲望 渔夫的老婆其初的欲望 只是想要一只西木盆 但得到了西木盆以后 她马上就要募房子 有了募房子 她要当贵夫人 当了贵夫人 她又要当女皇 当上了女皇 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主 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 做她的奴仆 这就越过了界限 如同吹肥皂炮 吹得过大 必然爆破 凡事总有限度 一旦过度 必受惩罚 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 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 这段话当中呢 就包含了大道的逆动性的思想 《道德经》的第四十章说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也就是说 规律的运动 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规律的作用 就在于 它能保持柔络的状态 渔夫的老婆 就是不懂得道 才使自己走向了失败 其实 在生活当中 总是福祸相伴 正如老子在第五十八章里面 所说的 祸兮 夫之所以 夫兮 祸之所福 福祸呢 可以说是相互转化的 下面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二零一零年 温哥华冬奥会的开幕式 点火仪式 其中呢 一根冰柱没有升起 在全球一片骂声当中 组委会修改了闭幕式的内容 让小丑上台修好了冰柱 结果全世界都原谅了 勇于承认错误的江南大人 那么这一镜头呢 被马云看到了 这个马云呢 在家看了闭幕式后 忽然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我明白老子所说的 大承若缺了 如果开幕式上 没有发生意外 表面上很完美 而结果 谁也记不住 这次点火 马云接着又说 其实啊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足球比赛的 每一个经典禁球 都需要有对方 守门员的事物 做陪衬 大家都完美 就没有完美了 这个 这一段话呢 其中的 大承若缺 是出自老子 第45章 文曰 大承若缺 其用不必 大盈若冲 其用不穷 大执若趋 大巧若拙 大便若纳 造胜寒 敬胜热 其实呢 人一生也是这样 成功失败 花开花落 生住易灭 智慧的人呢 在花开的时候 会想到花落 正所谓 何须待灵落 然后 始至空 这两句话呢 是来自于 禅师的一首诗 这个禅师的名字呢 叫清凉文艺 这个清凉文艺呢 也是法眼宗当中的 人物 这首诗呢 是观牡丹 诗是这样说的 拥催对方从 由来去不同 法从今日白 花是去年红 燕夜随朝露 心香逐晚风 何须待灵落 然后始至空 说有一天呢 南唐中竹离井 要清凉文艺禅师 到宫中论道 遇刺摘饭以后 又到御花园 观赏牡丹花 皇上呢 命他作诗 禅井呢 可是诗中的高手 词中的名家 但文艺禅师 这一首诗 的确太好了 不仅使禅井叫好 据说 还顿悟其异 十余年后 南唐为宋所灭 李井的儿子 后主李玉 在其问君 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在这首词当中 把清凉文艺禅师 此时所说的空 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来了 那么这首词 是什么意思呢 拥催对方从 由来去不同 催呢 是指鸟兽的细毛 催衣呢 是朝廷礼服之一 是朝服上 以五彩所惠 鸟兽之行 指的是 与众多官员们 观赏牡丹 但彼此的情趣感受 是不同的 法从今日白 花是去年红 牡丹花哪一年 不是红色的呢 在一年一度的 春南花开之时 人却因知老了一岁 雁与随朝露 心香煮晚风 一个朝 晚的时间差 点名了禅师 对红尘无常的 米锐 牡丹 是雁业的 正所谓 一枝红雁 对宁香吗 晚上 仍有心香远送 似乎这富贵是永恒的 对此 无警惕感 是危险的 何须带零落 然后 是之空 文艺禅师 在牡丹盛开之时 就感到 其中空的存在了 见微之灼吗 人们能否从 平常观见的热闹场中 体悟到这个空呢 可见 佛教禅师 对空的感悟当中 蕴含了 大道所体现的 人生祸福无常的规律 体现了 大道的 逆动性的特点 也说明了 禅与道 是相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再次看到 我家里有什么事 还是继续发放的